特斯拉的股价被马斯克忽悠起来了 特斯拉Facebook啊 或者叫梅塔吧 前几天都发了财报啊 一季度财报 数据都不怎么样 但是呢 几家欢喜几家愁 梅塔的数据是没有达到预期 股价暴跌 特斯拉的 他的股价呢 是更加不达预期 差的更远 股价大涨 为什么 就是马斯克还是比扎哥伯格更能吹一些 而且他们最终竞对 不达预期所选择的道路还是很像啊 非常相近的两条路 马斯克上来先干嘛 大佬先要教华尔街做人啊 上来先讲 如果你把特斯拉当做一家汽车公司来看待 这是一个错误的框架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人不相信特斯拉会解决自动化的问题 我认为他不应该成为这家公司的投资者啊 就是你赶快把股票卖了啊 别耽误别人挣钱 这个呢 真的是有底气啊 讲完了以后 说Model 2很快就要来了啊 就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原来计划是廉价电动车呢 是要到明年年底才会上来的 就2025年年底 说现在我们要变快了 而且呢 承诺什么呀 就是在现有的平台上生产 就不会说啊 我一定要去搞一个新的生产工艺啊 这些事就并没有 因为大家知道Cybertruck到现在还在难产啊 现在Cybertruck生产出来的很多批词还在招回还在改bug 为什么 因为新工艺用太多了 包括原来Model 3 Model S上市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应用了大量的新工艺 导致什么呢 导致它难产啊 或者说新工艺有一个消化成熟的一个过程 这个事呢 并没有那么好做 所以啊 斯科也给大家吃一定心玩啊 你们放心 这次不玩花活了啊 咱们就是好好的用现有的生产线啊 直接在现有生产线上造 也不造新工厂了 再没有什么理由说啊 我哪工厂没造好 哪个生产线没调对 什么新工艺没搞明白 没有这事啊 直接上 而且呢 大量的有可能是在墨西哥的工厂里边生产 啊 因为前面中国大量的汽车配件企业 包括特斯拉配件的这种上下游供应链企业 都已经被马斯克忽悠到墨西哥去了 啊 那你们墨西哥的这些人去给我造这个Model 2啊 那么还是可以更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而且可以从墨西哥拼装好了以后 往美国去运直接卖啊 这个还是非常棒的 市场的预期呢 是2.5万美金一辆 预计呢 产能达到300万辆 这2023年特斯拉一共造了多辆车呢 185万辆啊 其实就算他到2024年真的造了300万辆车啊 或者我估计够像 他这车出来 我估计到2025年吧 比如造到300万辆车 能造出来 对于全球各大车厂来说呢 呃 有影响 但并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 最大的车厂全球啊 是丰田 一年是多少辆车 1050万 然后是大众啊 930万 通用是680万 对于说这多出300万辆来啊 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去承受的吧 中国的这个市场应该还是要放弃啊 为什么 就算他把Model 2造出来啊 2.5万美金是多少钱 以现在的汇率来说18万人民币 18万人民币在中国已经完完全全可以买一个外壳子 可能比他那Model S还大的车了啊 所以这个事你在中国想竞争这就不要想了 他就应该去跟比亚迪的那个7万9加8那种车去竞争 那你说你一个18万的车跟7万9千8你竞争个啥劲啊 打不过就直接就不打了就算了啊 那是真的打不过 然后啊 宣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8月8号要发布这个叫Robotaxi 但是我估计呢 应该还是一个发布会啊 在美国Robotaxi这种项目能够落地 能够上路一大堆的保险 一大堆的这种审批 绝没有那么快啊 所以呢 他就会把发布会开了应该会给大家宣布一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呢 可能还要再等个两三年三四年 你有可能才在街上看得到的 啊 这个咱把话放着 咱们8月8号也没几个月了吗 咱们等着看啊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到时候又可以吃一波瓜了 他们呢 讲的是Robotaxi 起的名字叫Cybercap啊 计划是在2024年能够啊 产出这样的一款车啊 虽然我不太相信 而且呢据说是比Model 2更优先级的去生产 还要采用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 啊 这个又开始玩花活了 咱们刚才讲Model 2不玩花活了 老是生产 但是这个Robotaxi 或者叫Cybercap啊 他要准备玩一波花活 玩什么呢 大家知道马斯克前面玩的这个叫一体成型 现在咱们已经都学会了啊 甚至咱们把自主研发 自主知识产权 这事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是小米用的那台9100吨的一体成型类机器 是小米自己造的 自己有专利的 现在马斯克说 我又想了一个新招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unbox 叫开箱模式啊 什么叫开箱模式呢 就是传统的汽车流水线啊 是一辆车为单位 这个车呢 顺着流水线走一圈 走到哪儿 就装哪样东西 走到哪儿 就装哪样东西 然后到最后呢 啊 把这个车从那个头上开下去的时候 就装好了 它有顺序的啊 就先装什么 后装什么 把整个流水线都走完了 这车就装好了 但是马斯克说不啊 Robotaxi我们不这么玩啊 我们要玩什么呢 是开箱模式 怎么开发 就是我把所有的大散件 在工厂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车间 把它装好 装完了以后呢 再把这些所有大散件拼在一起 然后咔嚓一装啊 装好了就是一辆车啊 他准备走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这种方式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并行处理啊 你不会说我一个生产线上 就是一辆车 一辆车往前过 像小米说 我多少秒出一辆车 对吧 为什么 就是他生产线就是这速度 你要想提高速度 只能并想两个生产线 但是你现在呢 如果是开箱模式了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就只管造就好 造完了以后 到最后有一个很小的组装车间 把这个底盘盖子和什么东西 几个大块啪啪一拍完事啊 就最后有一个总装的一个流程就完事 而不是有这个流水线的流程 而且呢 这种模式呢 就像什么呢 像拼机木啊 就可以把车拼起来 可以并行处理 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呢 也很难啊 这个哪难呢 就是他的技术复杂度和精度的要求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把这车拼起来 大家有没有上过流水线干过活啊 我是在工厂里干过的 当然这个并不是真的在那上过班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在工厂里去实习过 你要知道在一个机器上装东西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装不上 或者工厂差那么一点 或者哪块差一点 那怎么办你就要现场的 使点劲啊 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要处理一下 你如果是在一个流水线整个走过来啊 先装什么 后装什么 整个把它装起来的过程呢 它就还好一点啊 但如果你要是各个地方分开装了以后呢 有一个东西要累积误差 你最后可能几片割一块 你拼不起来了 你要想去像他这样 unbox去造车呢 你还是需要更高的精度要求的啊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实现的 而且对于供应量管理来说 其实也有更严格的要求 那一群前一段人还讲说 我提高产能 我所有配套的厂家都在我50公里之内 我需要什么东西 让他们给我造 然后他们再让他们的供应商给他们造 这是一层一层下来的 现在就不是这样的 供应商可能给我把整个底盘都做完 那边供应商 你把整个车壳都给我做了 在下一个供应商 你给我把整个的什么发电机 什么这些东西都给我做做好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对于供应量管理的要求就上升了啊 因为比如说你最后多做出两个底盘来 少做出两个车壳子来 那这事你咋办 你不能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这事不行 而且呢 他对于产品的稳定性和质量 也有更高的要求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生产的规模和产能是有需求的 你说我就造一辆车 你玩这开箱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定是量很大了 他才需要这东西 那么中国的产线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又可以发挥作用了 因为你一旦开箱模式了 我们就可以在中国 把很多的大散件拼好 直接运到美国去 装在一个集装箱里运去了以后 拆开了 劈了啪啦一装就可以用了 这个事是一个多好的事 他可以干什么事 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是可以省税 要不然那边一辆整车 哪怕咱那叫保税区 你把它弄去了 这个事也是很麻烦的 而且你如果是散件的话 你在集装箱运输的时候 你就可以节省大量的空间 你可以很密集的把它排在一起 给它运过去 而不像是一整辆车 一整辆车的 滚装船 你是要真的把整个车开进去 你也不可能说 我这个弄完了以后 让这个车很紧密的排在一起 它会碰撞的 所以这个事可以极大的减轻 这个运力的压力 中国工厂就可以给他们 造各种大散件了 中国厂家现在估计正在加班加点的学习 抄作业 最近好几条视频都在讲这个事 抄作业千万不要怕 抄错了 先抄再说 以后再说 往现有的特斯拉车里边装网约车功能 这也是他们准备去干的一个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特斯拉的手机APP上 直接有一个网约车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特斯拉在休息的时候 出去给你跑一网约车去 据说是有这样的功能 但我估计是什么 就是到8月8号开完发布会以后 你可以通过你的特斯拉手机上的这个APP 可以去叫Uber了 或者可以叫当地的其他网约车服务了 他可能先干了这么个事 这个也算是有网约车功能了 做了这个服务以后 你就算是跟所有网约车的这些企业呢 有了一定的关联啊 以后你再去做下一步的事情 就有机会可以合作了 晴天柱啊 也是要来了 这也是马斯克讲的东西 说今年就要开始交付 原来也是惦记明年啊 现在就是今年就交付 马斯克呢 就真的是 这哪一块不行了就来救火 现在呢 对于他来说 出现最大问题的应该就是特斯拉了 对吧 他的脑机接口公司啊 这个还在很顺利的往前发展 然后他做了脑机接口的人 自己已经成为网红了 他的SpaceX 一颗火箭 一颗火箭在放 一个星舰 一个星舰在放 推特 最近也在传出好消息 XAI刚融了一大笔钱 接着去做AI去 下面 最难的就是特斯拉了 因为特斯拉大家看不到方向了 已经被中国厂商摁在地上摩擦了 那你还是要去跟大家讲一讲啊 说我们抓紧造特 擎天柱出来 以后你就不要认为我们是个造车的公司 我们是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公司了 马斯克可能要去税工厂了 擎天柱出来 哪先用啊 特斯拉工厂里边先用起来 而且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造车这么低级的事情 交给中国人就好了 或者交给墨西哥人就好了 特斯拉这些美国工程师们 还是去造机器人吧 两万美金一台的机器人 物美价廉啊 但是他敢叫两万美金 我估计国内把机器人降到 这个两万人民币 或者是大几千人民币的 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啊 要从造车公司向软件公司转进了啊 这其实是这一次马斯克讲的核心的一点 为什么呢 FST以及相宽配套硬件 准备进行软件授权了 谁愿意用FST你可以用了 原来这东西必须是在特斯拉里头用啊 现在说咱拿出来跟人合作了啊 我以后变成一个软件服务商 据说呢 已经与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去进行 FST软件授权的早期谈判了啊 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啊 现在大家呢 在猜有可能是丰田 那丰田最近也比较折腾啊 他一边是跟华为那边折腾了一把 今天好像还跟腾讯又做了一合资公司啊 这边大家还猜是他 反正他是世界第一车厂的 一年造一千多万辆车 他有点各种风吹草动 做各种的AI相关的尝试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啊 那么啊 为什么说他跟美塔采用的是相同路径啊 美塔的就是地平线OS开源 他们都在走什么呢 就是走谷歌的路啊 谷歌是什么路 就是我做操作系统啊 我不造手机啊 美塔说我也做操作系统 我以后不造这个眼镜了啊 你们自己谁愿意造眼镜谁造眼镜去 当然他自己眼镜还会造啊 但是他允许大家说你们造了眼镜上我的OS 特斯拉现在也在干这事 你们造了汽车啊 上我们家的FSD啊 这个事也可以 谷歌这条路啊 到底能不能走得通 真不好说啊 对于国产新势力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呢 今年的北京车展正在开吗 刚才有人问我去不去啊 北京车展上呢 来了巨多的老外 据说在北京车展期间 德国非中国的机票涨价都涨疯了 为什么 你上飞机你看 前面这位老兄是奔驰的 后面这位老兄是宝马的 然后后面经济舱里做的都是大众的 大家来干嘛来了 看看中国新能源车到底是怎么卷的 你们这帮人都屈屈咬了死 那个死熟活来的 我也得在旁边看看啊 包括现在韩国车企的这些老板们 也都在中国各个展厅的里头去看 说你们这车到底咋造的呀 到底用了些什么奇怪的玩意儿 我们得看看 你这咬的满身都是血 我们得稍微的学习一下吧 但是现在好了啊 特斯拉FSD开源了 那么中国这些自动驾驶技术 立马就不香了呀 买了中国的这个技术以后 回去到底怎么用啊 多少钱 到底回去以后会不会被限制 还搞不清楚 质量好不好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你说哎 FSD开源了啊 有最多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FSD它可以开放授权了 那我们就买它就完了吧 我还何必再去跟中国的这些造车新势力去买人 这些没那么成熟的公驾驶技术呢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晴天柱呢 其实核心也是软件 而不是那个机器人啊 晴天柱的核心其实也是FSD 晴天柱真正的竞争对手 其实不是Figure AI啊 就是Figure AI是做这种啊 就是机器人的 也不是什么波数认动力 晴天柱唯一的竞争对手是OpenAI 这一家的大模型做的更好 是差在这了 所以晴天柱呢 应该早点想开了啊 把软件开发出来之后 硬件的部分交给中国人就好了啊 我们会把这事干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特斯拉到底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未来 真正的从一家造车公司走向一个软件服务公司呢 大家要注意啊 软件服务公司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做 他们都想学谷歌 Facebook想学谷歌 特斯拉也想学谷歌 但是谷歌其实不是软件公司 谷歌是互联网公司 你们知道软件公司跟互联网公司最大的差异在哪 软件公司是提供服务收服务费的 而互联网公司是分配流量 然后干嘛呢 然后喊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弱达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谷歌 Facebook 包括刚才咱们讲的字节跳动 都是挣这种钱的 所以他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而且你还不是留下买路财就完了的 咱还玩竞价排名呢 大家都在我这排队 谁想先过 谁得多给点钱 这才是互联网公司挣钱的方式 你要靠软件公司挣这个钱 很难的 美塔其实这条路是有可能走通的 因为美塔后面也是一个大的广告公司 它是有可能走通这条路的 但是特斯拉未必能走得通 为什么呢 就是提供软件服务呢 最后有可能会变成T1 是变成像德国那种引擎冠军 比如像博士会变成那样 它不会变成互联网巨头的 互联网巨头一定是把这流量口 我把流量分配好了 你们只管来交钱 而且都得来拎着猪头来找我 不能等着我去求你们去 而且最后看谁家的猪头大 谁先过 一定是这样的玩法 中国应该也会有一些企业冲上去尝试FSD 我们应该是可以学会的 这个事我还是相信的 那么全球自动驾驶和机器人 都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前面我们讲了 雷塔发布兰马三 整个大模型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现在FSD开放授权 那么整个的全球自动驾驶 和机器人就都进到下一个阶级里去了 比如说大众 说我原来折腾了半天 搞不定这事怎么办 上FSD 哪怕最后我没有那么多车型装FSD 我先得试一把 超错也不怕超错嘛 山池宝马 那咱是不是都试一次 我们也做一两个车型 试试都是有可能 包括中国 你想咱们一年可以选那么多车型出来 我们也拿两个车型出来 搞搞FSD 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 所有传统车厂 等于这个自动驾驶的关键都过了 那么对于中国这些造车新势力来说 也是个灭顶之灾 这个可能真的对于我们不是一个好消息 后面 这个unbox模式 如果马斯克能够搞成功 中国车市场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再降一大价 为什么 他敢unbox 我们就也敢unbox 哪怕我们造出来的这个车 质量稍微差一点 我们也敢去unbox 因为制作的过程更便宜嘛 而且只要马斯克试出来了 我们就会跟着去抄作业 无人车无人出租车会彻底的革命掉所有车厂的路 你只要是真的进入Robotax时代了 以后汽车工厂生产出来的就是专用车辆 或者特殊用途车辆 就SUV 越野车 皮卡 皮卡可能都未必能有车的东西好使 或者是这种房车 可能会由造车的公司来去造 剩下的就都是他们管他叫CyberCab 或者说叫Robotax 就完事了 因为没有需求自己去买车了嘛 这个事情你说中国能不能再赢点什么呢 肯定也有的赢了 就是我们会继续去进入到马斯克的整个的特斯拉的链条里面去 他们需要什么 咱就给他造什么 所有公司只要说我想去上点什么新的制作工艺 制作流程 制作设备什么的 一般都是中国人说我在这呢 您有什么吩咐 爷您说 就一定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使用的制作工艺最好的工业产品 iPhone就是这么来的 iPhone整个的制作流程是由苹果规定的 但是由中国人来去造的 或者说中国台湾的人来去造的吧 特斯拉也是这么造出来的 还有很多的中国造的各种的汽车各种设备 现在都在全世界在卖 只要马斯克能够把这事再重新忽悠起来 股价又涨上去了 大家又觉得他又行了 那么中国还是可以再跟着分道一点耕的 那你说马斯克这个事就算彻底行了吗 特斯拉未来真的就一飞可以再冲天了吗 这个事呢 核心还是要看马斯克个人的精力放在哪一边 如果他的精力更多的在特斯拉这边 那么特斯拉还是可以继续往常走的 如果他的精力依然是这样啊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今天放个火箭 明天放个卫星 后天到推特上去骂人 再给推特再开发个新版本什么的 这个事呢 就要打个问号啊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 特斯拉股价被马斯克忽悠起来的一个事情 特斯拉肇